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半夜闯入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来是要问清楚件事情 殿下若想问个明白 还请明日再来 你已离开湛王府 若是让人看到 今天 你必须得给我个答案 本王不喜欢活得不明不白 你给我一个答案 我立马离开这里 看来有些事情 殿下非要问个明白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你一直是个谜 你不断周旋在我跟七弟之间 我让十一查过你 却一点消息也查不到 你究竟是谁 你有什么目的 你的目标是我还是七弟 我既然选择留在湛王府 殿下难道还不明白我的选择吗 还是殿下明知故问 自始至终我的选择只有一个 就在此处 就在此处 因为那人 便在此处 七弟 自从歌房相遇 我便知道 此生再难遇到如此之一 于是 想尽一切手段入伏 甚至让他帮我调查 天舞醉坊之事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拖延 待在他身边的日子 若是卿尘所为 让殿下有所误会 那便是卿尘之过 一切都是为了七弟 而我是一厢情愿生 情 情 总是要两情相悦 一厢情愿的情 恕卿尘无法回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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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 好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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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殿下如此轻薄 我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若有下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原理 你以为我有选择 你错了 从一开始我便无从选择 上一回犯下大错 这一回 我只能对你绝情 你我的宿命 终究改变不了 殿下 我发现有人悄然入府 奔向一探究竟 没想到 竟是凌王 殿下 让属下千驱 嘉义拦下凌王 或许殿下能问个明白 何许如此 四哥其实深夜赶来 就是不想让我知道 我又何许让他为难呢 难道殿下就这样让凌王离开 鸡飞泽鱼 你又知识何能变客 你下去 是 我都想生死为患 苏惠的因果 多伤 情总是要两情相悦 一厢情愿的情 恕京城无法回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相遇之处 情城提醒我小心两句 我们甚至携手一同破了消极大军 我第四识 他入了棋堤府中 与我理音外和袭击我的远屈 他说我误解了情城的心意 我心中始终对我并无爱意 只为一个寄托 我要的结果 他喜欢的是气体 你只属于我 远离 违缘你可以冲归 自己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借剑衣馆这个事情 还他们这份人情 那即使如此 四哥为何不直接告诉卿尘 卿尘是个怕麻烦的人 也不喜欢欠人情 这个你也懂得 即使四哥开口相求 我自然乐意成全 玲玲 你去将天舞醉坊的地器和钥匙取来 一会儿交给四哥 是 不用一会儿 我现在跟你去拿 这还是第一次见四哥 对一个女子如此伤心 看来四哥当真是动了真情 只不过 眼下两人 却是生了纤细 四哥 四哥 方才我没听错吧 你没有听错 我要把天舞醉坊改成衣馆 而且立刻就动工 四哥可有算过 这得花多少银量啊 怎么了 我们又没钱了吗 不 我们何时有过呀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一分银量也不用花 什么主意 让七哥见啊 这天舞醉坊本来就是赐给七哥的 七哥府上银两最多了 我说的本来就是啊 你难道将你这凌王府卖了不成 谁都知道凌王一穷二白 你如何抽得出这么多银两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银两的事情 我自有办法抽到 你要做的就是盯紧一切 我们既然决定要做 就要做成天都第一医馆 不是四哥 你为何想建造医馆 此事无论我怎么想 也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啊 卿尘想把天舞醉坊改成医馆 所以我暗中想 你在笑什么 改造成医馆 就可以造福大魏天下的百姓 这个我也愿意帮忙的 此事的确是造福百姓 四哥自然不是为了卿尘 而是为了百姓 对吗 一句话 帮不帮忙 四哥 四哥 你一句话 我哪敢不帮啊 谁让你说我四哥呢 赶快动工 好 我这就去找最好的工匠来 这回呢我要亲自参与设计 我去天舞醉坊一趟 四哥 你反了 Bourbon 九哥 一道春心变肆膜 这一动春心变肆膜 这回我总算是领教道 可爱是吗 是吗